我走進來看一下我的競選總部的設計吧 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蔡世英親自導覽介紹籌備已久的競選總部 在巨幅看板下的競選總部坐落於城市改造有成的四港再生核心區域 呈現蔡世英接棒牛昌施政延續基隆光榮的企圖心 左後方就是我們的國門廣場新建完成的國門廣場 那前面就是當然我們之前新建完成的海洋廣場 但是最近會有重新把它整修過 那再過來我們看到的陽明海洋館 那旁邊也有新的原來的公車舊總站那邊 現在有做新的公共建築物 那我的右後方的部分就是我們新的轉運站以及大頂棚 那另外就是我們新的現在目前已經拉皮完成的舊火車站 那當然還有這條綜藝路的拓寬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這幾年來 基隆的城市改造裡面很重要的核心區域 所以世英這次選在這個地方 作為世英的競選總部 也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過去這幾年來我們對於城市改造的成果 以白色為基底的競選總部 兩側有蔡世英主打的四大主軸及17項政見內容 整體設計的概念則是呼應城際轉運站前的地標上海明光 並將上海港的基隆景色引入總部 像在那個山 綠地的山 然後另外一個藍色的海洋 然後外面延伸出去就是我們的港口 就是我們的山海港 就是我們這一次適應競選總部的一個主題 然後當然我也把我的所有的證件都放上去 我們也歡迎大家來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加油或者去相關的證件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大家來給你出來 也做為我們未來的一個參考 蔡世英競選總部也提供許多貼心的服務 像是寵物友善空間 歡迎民眾帶著毛小孩到總部共襄盛舉 我們歡迎這一次 你有大朋友小朋友 家裡的毛小孩 或者你的喵心人汪心人都非常歡迎 來我們的辦公室坐坐 總部還設有多個插座 以手機充電站的方式提供來往市民與遊客 友善的充電服務 在這邊其實也呼應了科技時代的潮流 現在大家都用手機嘛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做了很多的插頭 也就讓大家來著好朋友 有需要充電的話也非常的歡迎 就是手機充電站 那可能各位要等車幹什麼 這個也可以來這邊充電一下 生意競選總部也都非常的歡迎大家 蔡世英也公佈充滿設計感的競選小物 由國會辦公室LOGO延伸 濃入基隆山海城市元素的手機座 就手機架 就是這樣放上去 其實這個應該也是可以吧 也可以 或者是這邊好像也可以吧 我們就是很巧妙的把ING跟山海的 這樣一個城市的概念 放在適應的這個手機架裡面 這也是我們的競選小物 當然是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沒有對手這麼有權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競選小物 來做我們商品的販賣 那也歡迎大家來支持 適應 那也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好看的 那歡迎大家來跟我們支持 蔡世英表示 未來將在競選總部舉辦 一場又一場的政策說明會 希望讓基隆市民更加了解 他對基隆這座美麗城市 所剝劃的治理藍圖 記者張啟騰進行報導 導致